大家好,我是杰宜 欢迎来到金波档案 今天是2021年3月12日 也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10周年之际 而这起事故背后隐藏了40年的秘密 将会在这一期节目里揭晓 这个秘密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这就是1997东电黑色笔记本杀人事件 为什么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相关呢 福岛核事故10年了 至今仍然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这里仍然源源不断地产出核污水 核污水储蓄预计在2020年9月达到上限 日本政府和东电宣称 后续会将核污水排放到海洋里 这一行为势必会对全球的生态造成影响 2019年9月19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对2011福岛核事故责任案做出最终判决 认定东京电力公司前社长 剩余恒久等三人无罪 这一无罪判决引发了大众强烈的不满 检方认为 剩余恒久等三人为首的东电公司 没有对海啸的发声采取应有的对策 而辩方则声称 无法预料福岛核电站会遇到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 即使采取对策 也无法防止事故发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早在40年前 东电内部就有两个人准确地预测了灾害 诡异的是 这两个人都先后神秘死亡了 更蹊跷的是 这离奇死亡的两个人是一对妇女 渡边太子和他的父亲 渡边达雄 渡边太子也是东电OL杀人事件的主角 这起事件的知名度 在日本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我们大概快速回顾一下案情 在1997年3月19日傍晚 东京西南部涉谷区圆山厅的一处公寓里 人们发现了一名封锁女的尸体 她身旁边有一个黑色手提包 被利器割开 包里有一个记录肉体交易的黑色笔记本 和一个名片夹 打开名片夹的时候 警方惊掉了下巴 这名战监卖身的封锁女 居然是东京电力公司企划部 调查客副长渡边太子 而打开黑色笔记本以后 警察又默默地合上了本子 因为这个肉体交易名单中 出现了一个让警员都感到害怕的名字 大平民 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之子 我们知道 和太子有过肉体交易的人 太子都会将名单信息 记在这个黑色笔记本上 这些名单有真实的姓名 也有太子给客人起的外号 而大平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呢 其中的玄机 要从渡边太子不合理的卖淫说起 一个毕业于清印大学 这样高等学府的优秀女性 为什么每天夜里在街上站街卖身 将自己暴露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呢 曾经有一种传言 太子因为喜欢赌博 欠下黑社会一大笔钱 所以才不得不如此拼命地挣钱还债 最后因为还债不利 被黑社会杀了 为了摸清这个情况 警察对渡边太子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 根据东京电力给出的资料 1997年的时候 渡边太子年收入为1400万日元 在日本已经属于高输入阶层了 除了工资外 渡边太子每个月还有多达几十万日元的卖身收入 到1997年太子遇害为止 他的账户上已经有接近1亿日元的存款 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到此渡边太子因为欠钱而卖身的推测 可以说是完全推翻了 第二种可能性 在公司内部走访中 警察了解到渡边太子在生活中 也有很多让人觉得怪异的举动 很多同事反映 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渡边太子在办公室里从来不吃任何东西 一到饭点 他就大把大把地吃维生素片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 渡边太子下班后 几乎每天都会在同一家便利店买关东煮 之后他会在店门口全部吃完 在渡边太子遇害的那天晚上 他同样也买了关东煮来吃 然而在吃完之后 他再次来到店里 又买了两盒蔬菜沙拉打包带走 在案发现场 警方也发现了这两份沙拉 但从来没有人碰过 有目击者经常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吃东西 吃到脸上的妆都花掉 完全不顾形象 所以到了这里 警方开始怀疑 渡边太子的精神状况了 警方查到渡边太子在生前 已经被确诊过有精神病例 那是渡边太子在读大学二年级发生的事情 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 他第一次出现了厌食症 太子从小便非常喜欢父亲 父女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所以父亲的去世 对他的打击尤为巨大 太子第二次厌食症发作 是在1986年 也就是他进入公司后的第五年 也就是这一年 太子的上司不久前 从温和的大平民 换成了形势强硬的圣鱼很久 而后者 又和渡边太子在业务上发生了一些摩擦 本案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 大平民与圣鱼很久 在故事中登场 1986年之后 也就是大平民离开后 直到渡边太子遇害前 渡边太子再也不在公司吃东西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突然转变呢 这是要从他的父亲说起 我们知道 太子的父亲渡边达雄 生前也是东电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 岛国日本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 在70至80年代 经济高速发展 如何寻找新能源以取代火电 成为日本的首要问题 这对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也是一大挑战 可供的选择并不多 很快在东电内部分成了核能派和反核派两大派系 彼此争论不休 太子的父亲渡边达雄 是反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在70年代初 他就已经在公司开始了 永远不要在日本使用核电的呼吁 核电站必须依水而建 因为反应堆的日常运营 需要大量冷却水 而日本又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 人均淡水拥有量不及世界平均值的一半 所以日本核电站选址只能是在海边 比如福岛县这样的地方 可惜的是 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多火灾地震国家 领土类所有的沿海地区 根本找不到符合抗震标准的地方 来建设核电站 在这样一个地震海啸频发的地带 强行修建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由于没有更好的方案来解尽可 70年代初 东京高层彻底被纳薛祥等为代表的核电派占领 渡边达雄的呼吁显得非常的碍眼 1979年3月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反应堆融融以及泄露事故 这一事故直接导致美国就此停建所有核电站项目 同时呢 事故也对全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核电建设敲响的警钟 然而可惜的是 达雄也在不久之后被切诊为恶性肿瘤晚期 在当年便告别了人世 细细想来 这个时间点似乎卡得也太巧了吧 在此之后 东电内部彻底导向核电派 再无任何反对的声音 直到渡边太子的加入 渡边太子进入东京电力公司工作 可以说是带着父亲的遗志来的 因此从入职之后开始 他便对公司以核电业务为中心 产生过一定的不满 尽管没有直见明说 但他在自己的报告里 始终不愿意顺应高层的意识 对核电大家鼓吹 然而此时 上司大平民是一个性格相当温和的人 对渡边太子比较包容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 大平民背景十分雄厚 作为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之子 他到东电工作不过是来镀金 没有必要参与公司的内部斗争 然而大平民走之后 新上司郑宇很久则完全不同 他作风十分抢硬 1963年 盛月很久从东京大学毕业 进入到东京电力 之后他用了22年 才熬成了企划部企划课长 成为了课长的盛月很久 更加紧迫地向上爬升 于是他实实物地站在了 同为东大出身的核电派 纳薛祥的一方 而此时 在他眼里 难以摆布的渡边太子 无疑成为路上的绊脚石 这一年正好是1986年 1986年4月26日 苏联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号机发生了爆炸泄露事故 给了东电内部的核电派一大打击 而这一结果 也是显而易见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 很多国家纷纷拆除了部分核电站 然而在东京电力的背后推动下 日本的核电装机量 仍然在不断地上升 因为东电已经在核电上 投入太多的资本 如果核电项目破产 将直接导致东电巨额亏损 其内部的核电派 也会丧失公司中的地位 这一关键时刻 太子如果是一个聪明人 只要在企划课的调查报告中 吹嘘一下核电的前景 以坚定高层对核电的信心 他立刻就能获得上司的青睐 然而渡边太子绕过圣鱼很久 他在给高层的报告中 加入了大量开发地热发电 等其他能源的解决方案的内容 对核电支持不提 这一行为记录了圣鱼很久 几次激烈争论之后 渡边太子就被酿在了一边 成为一个被架空的空气人 太子的职业生涯几乎走到了终顶 本来在那个年代 刚刚步入职场的日本女性 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像太子这样 靠资深努力走到公司管理层的女性 更是少之又少 多年的努力突然被人架空 这对于上进的太子来说 真的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这种巨大的落差 也许激活了渡边太子的心理智慧程序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警方已经定性了渡边太子的死 只是一场简单的意外 但是如果把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小细节 结合起来 也许一个更巨大的阴谋即将浮出水面 渡边太子死亡当晚 警方在他的尸体边上找到了两份沙拉 按照正常逻辑来看 太子所准备的两份沙拉 说明他可能当晚约了一名熟人见面 并且准备了两人的沙拉 然而这两份沙拉都没有动 到底是熟人所为 还是在见到熟人之前就已经遇害了呢 这个熟人又可能是谁呢 警方调查到此没有了特序 然而调查记者却有惊人的发现 调查记者们在渡边太子 记录肉体交易的黑色笔记本上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名字 大平民 堂堂日本首相之子 这引起了记者们的极大兴趣 很多媒体纷纷致电大平民 大平民在接到记者询问后 首先拒绝了见面采访 并且直言说 自己在离开东殿之后 从未见过渡边太子 在问及太子本上 大平民是不是你本人的时候 他拒绝回答问题 并且挂掉了电话 之后呢 通过拨打黑色笔记本上的电话号码 记者发现这一电话已经被注销 企图继续调查的记者 之后很快遭到了警告 如果继续纠缠 将报警并采用法律手段解决 至此 记者们的追查 只得作罢 那么在太子本上出现的大平民 究竟是否与真实的大平民有关呢 而这个大平民 是否就是在渡边太子被害前 与他发生关系 并且留下证据的男性呢 这一切恐怕将永远无法解明 然而就在媒体继续追查的时候 警方的调查有了突破 通过犯罪现场的DNA比对 一个叫麦拉利的倒霉鬼 被列为了嫌疑人 并且在麦拉利有反对证据的情况下 被迅速定罪 因为案发现场 除了麦拉利的体液样本和毛发 还搜集提取到了另外未比对到 身份信息的毛发和体液 这一快速定罪的行为 被媒体称警方有意忽略 或隐瞒重要线索 很显然 看来背后有某种势力 希望这个倒霉鬼 背下所有的过错 迅速平息事件 也许很多人到这里就会打住了 但是进波档案较长的 不会止步于此 我们今天就要明确地说出来 这个背后势力就是 东电和电派三巨头之一的纳续祥 1991年 纳续祥离开了东电公司 出任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 这个委员会仅设五名委员 由日本国务大臣直接领导 这一负责国内警察组织的建立 国家安全情报安全的组织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行使特权 对具体的个别案件调查进行指示 而这一委员会已经连续两届 由东京公司的退役高层担任委员 十分可疑 案发的1997年 纳续祥出任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 作为东京和电派出身的纳续祥 也有足够的动机去干预渡边太子案的调查 而这恐怕就是检方有意忽略 或是隐瞒重要线索的原因 无罪的麦大利遭受了15年牢狱之灾 而造成福岛事故剩余很久 却被宣判无罪 如果重新梳理一下整个事件 还有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渡边太子的父亲 在东殿内部派系斗争高潮时 突然死于癌症 父亲的死使得渡边太子患上了厌食症 1986年大平民离开东殿之后 渡边太子厌食症二度发作 在办公室不吃食物 而是大把地吃维生素片 是不是大平民在离开之前 出于保护 告诉了太子他父亲得癌症死亡的真相 有一些观点表明 早在1978年11月 渡边达雄死亡前几个月 东殿福岛第一核电站 发生了严重的临界事故 由于误操作导致了五根控制棒被拔出 其后七个半小时里 核反应堆都一直处于随时爆炸的边缘 如果当时发生爆炸 整个福岛将不复存在 其危险程度堪比后来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但东京店里幸运逃过了一劫 这一事故作为绝对的机密 直到30年后才有一名人士揭露给媒体 而当时所有的消息都被高层压制了下来 甚至很多内部人员都不知道 渡边达雄很可能是在接触了这样的绝美消息之后 被人在食物中投放了放射元素 导致癌症死亡了 而1986年之后 渡边太子拒绝在公司吃食物 而是大尽量地吃维生素 也许是一种抗疫 又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在1976年 诺贝尔德主莱纳斯·卡尔·鲍林 曾经实验证明 维生素可以有效地抵御癌症 给予癌症患者超大尽量的维生素 可以有效提高其生存时间 可惜的是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这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渡边太子的精神状态 温和的大平民 也许让太子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也许他们发展出了 比同时更加深入的亲密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根本不可能持久 因为大平民在离开东殿底后 很快就引起了日本大政制药社长的女儿 此时虚弱的渡边太子 已经启动了精神智慧的程序 滑向了危险的深渊 最终在1997年3月的那个晚上 带着两份沙拉的他 迎来了人生的终结 至此 东京内部已经不会再有反对核电派的声音了 全体人员迅速融入 一路高歌猛进的河南园大建设之中 提出问题的人消失以后 一切问题似乎就消失了 直到2011年3月12日 渡边太子呢 也许是一个悲剧 有人认为 渡边太子是一个新隐患者 死于自己的堕落 但我们不能克责每一个受害者 都是完美无瑕的 不完美的受害者 并不能洗刷施暴走的罪行 那一晚杀死太子的人 也许只是妻子 而拨弄妻子的人 也许永远不会被定罪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渡边太子的死 也许更是一种激励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一定要坚韧地活下去 虽然正义会迟到 但是你一定能够活到那一天 因为你还年轻 比那些罪恶的人年轻 你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探索 而他们此生 就只能困在这里